每年夏天不少旅客及加拿大的本地人 都會爭取6月到8月的旺季 去到全球最出名的國家公園之一 BANF旅行 身為加拿大第一個 亦是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公園 BANF可以說是加拿大發展 及保育得最好的國家公園之一 無論在官網還是去到BANF裡面都好 都會有很多指引給旅客參觀 同時那裏都有很多不同的設施等等 亦都保留了大致風景 亦都不會打擾到當地野生動物的生活 因此亦都成為了加拿大最出名的自駕遊旅遊熱點 不過由今年起 BANF國家公園就開始實施了 由6月到10月旺季期間 禁止私家車出入最熱門的自然景點 Murine Lake 到底現在自駕遊去BANF可以怎樣玩 而如果沒有車的話大家又可以怎樣玩呢 大概又要花多少錢呢 就讓我們RURI帶大家去看看吧 RURI又有新搞作了 不過今次就不是跟部學校有關 而是我們將會推出全新的一條龍服務 由你到駕駛前會提出你的需要 幫助各位想行Stremeade的同學 預早適應多倫多的生活 由我們會在出發前 幫大家預訂你的B&B 和購買一些基本的用品 我們還會陪大家去開銀行戶口 開電話卡 搞C-Nerror 幫大家去看樓等等 還會陪大家去參觀中小火駕 現在只要是我們RURI的學生 包括可能找過我們部學校 和申請學生簽證的同學 只要用2800元這個價錢 就可以享受我們一條龍服務 更快點找我們報名 本身沒有車或者沒有車牌 或者是不想租車的大家 其實都不用太擔心 因為B&B早已經是一個很熱門的旅遊地點 所以當地都安排了很多的交通 方便各位旅客出入 首先如果大家由Calgary 直接出發去到B&B 的話可以先上這個官網上面 訂購由Calgary機場 或者Coldfoot LRT Station出發的Shuttle Bus 基本上單程的車票票價大約為53.1% 而網上購買來回的票價還有9折的優惠 而我找到最便宜的一程 就是由早上7點半 在Coldfoot LRT Station出發去到B&B的車票 一程的車錢大概是20元 但如果你本身是預訂了Camro住宿的話 車費由Calgary出發大概是49.5km 而B&B和Camro之間的車程 大概只是20-30分鐘左右 但因為Camro住宿比B&BP很多 所以有很多人都選擇住在Camro 然後再靠當地巴士出入B&B 而在B&B和Camro的某些酒店 都會送車票給旅客 給所有入住的旅客 在入住期間免費任搭他們的巴士 去到B&B當然要去最出名的兩個湖 Lake Louise和Marine Lake 沒有車的你可以出發去湖之前 在Park Canada的官網上 預約所有的Shuttle Bus 首先你可以在官網上 reserve當地巴士Room的指定路線8X 建議大家一買就買好來回的車票 由B&B High School站出發 就已經可以直接去到Lake Louise 基本上一下車走幾分鐘就到 而單程的車票大約10元左右 不過強烈建議大家一買就買好來回的車票 而且最少提早2-3個星期就買好車票 因為很快就已經沒有黃金的時間 而原本去Marine Lake的10號線 就會在6月1號至9月期間停駛 想透過巴士去到Marine Lake的話 官網就建議大家直接買這個 reservable Super Pass 那你就可以直接轉乘 Parks Canada提供的Shuttle Bus 由Lake Louise直接去到Marine Lake 同樣大家記得要先上他們的官網 預約所有的Shuttle Bus 不過所有Parks Canada的Shuttle Bus 只會在出發前48個小時開放給公眾預約 預約成功之後大家就要自行坐他們的巴士 在指定的時間之前去到指定的上車地點 轉乘他們的Shuttle Bus去到Marine Lake 不過要安排那麼多Shuttle Bus其實都好煩的 如果大家不想那麼麻煩的話 大家可以直接參加Airbnb上面找到的Local Tour 價錢大概是180元加置左右 就可以載你去到3個最出名的湖 當中包括Lake Louise、Marine Lake和Lake Mini Wonka 最後就要和大家分享今次自駕遊的經驗 各位打算租車或者有車的人士 記得去Banf國家公園的範圍之前 先上網買定這個Park Pass 而且還要Printing出來放在車的當眼柱 記得張紙要Show my Park Pass的有效日期 只有Barcode和名字是不夠的 因為所有私家車都要持有有效的Park Pass 才可以自由出入Banf國家公園的範圍 而當中是包括Banf Town入面 而Park Pass的一日費用大概是20元加置 今次我們四日三夜的費用就是63元加置 每日這個Park Pass的結出時間就為下午4點 所以如果你是好夜才走 就可能需要多買日日的Park Pass 剛剛提到Banf國家公園禁止私家車 在6月到9月這個旺季期間 進出Marine Lake的範圍 換言之你去Marine Lake的話 就一定要去搭他們的Shuttle Bus進去 而去Lake Louise其實仍然都可以自己開車進去 不過那天找不找到泊車就要看大家的運氣了 如果只要坐Shuttle Bus去Marine Lake的話 都可以在Park Canada官網上買好車票 再開車去到指定的上車地點 然後就可以轉乘他們的Shuttle Bus去到目的地 不過很多人都想一早做好準備 尤其是一家大小去玩 同時也很擔心兩天前買不到他們的Shuttle Bus 其實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由私人公司營運的Shuttle Bus 直接去到Marine Lake和Lake Louise 而且他們Shuttle Bus的時間選擇比較多 如果想一次過坐Shuttle Bus去到兩個湖的話 我就比較建議大家去選這間公司 Marine Lake Bus Company 但今次我們就選了這間Fairfield Limitsy & Shuttle Services 因為我們已經自己開車去了Lake Louise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車去他們的上車地點 Lake Louise Inn 拍車 再轉乘由這間公司提供的Shuttle Bus 直接去到Marine Lake 不過價錢就貴很多了 一個人來回年稅大概都要38.85家 但公司提供的時間選擇比較多 而且亦都不需要擔心去到之後 搶不到他們官方的Shuttle Bus 而令到自己去不到自己想去的景點 去到Marine Lake 大家就可以去試玩他們的獨木舟 一架船最多可以三個人坐 而租一個小時的價錢就為140元價值 而在Marine Lake附近都有很多不同的行山路線 難度由簡單去到中等至難度都有 很多喜歡行山的人士 但又不想那麼辛苦的話 其實都會專程去到Marine Lake附近行山 那天我就用了來回4小時左右 去到一個不算好出名的湖 但沿路也不算太難 而Marine Lake附近有一間Gift Shop 很多商品都只是在這間店裡獨家發售 就算回到Beth Town都未必找得回 所以有興趣的話 大家都可以買一些手信回去 很多人都說去Beth的話 一定要去Jasper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不想去一些很旅客的景點 只是想行山去看看真正的隱世景點的話 我就會比較推薦大家去Helen Lake 大家只要開車去到附近的停車場 然後再行山行大概三個半小時 就會直接去Helen Lake 不過大家如果要選這條行山路線的話 就一定要準備好一支Bear Spray旁身 因為夏天是Berry Season 而這條行山路線都有不少黑熊出門 到底遇到黑熊的時候大家要怎樣做呢 我就建議大家出發之前 最好再參考一下其他網上的Youtube教學 記得要做好準備才出發去行山 雖然Helen Lake不像Lake Deweyze和Marine Lake那麼大 但整條行山路線都比較寧靜 也不是旅客熱門的行山地點 我個人認為走去Helen Lake的路線都不算太難 如果自問自己體力好 而且裝備充足的話 就可以試試挑戰爬上前面這個Pick 這個Pick海拔接近3000米 而且沿路有很多碎石非常斜 也沒有一條很清晰的路線 所以大家一定要量力而為 不過上面的風景真的很美 我就私心分享給大家看看 希望以上資訊可以幫到大家計劃去Banf行程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加拿大旅遊或其他生活資訊 下次見 待會兒 我們下次見 吧 好